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上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讲到了内存的管理方式 我们说不管是连续的分配方式 还是离散的分配方式 不管是分页还是分段 那么它都要求当一个程序要运行的时候 我们要去分配方式 要把它怎么样全部放入到内存以后 才可以去运行 那么在这个使用的情况下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进程了 比方说如果进程需要的空间 大于内存现在能够提供的空间 或者说我当时需要在内存中 同时运行多个进程 而内存空间不够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进程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那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说可以通过这两种技术 一种是覆盖 一种是动态加载来实现 那么但是这两种技术它都需要什么 程序员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来解决这个内存紧张的问题呢 我们说内存紧张的问题 就是因为内存不够用吗 那所以大家会想 我可不可以从物理上扩充内存的容量 我们当然是可以的 比方说你一技的内存不够用 我再加一个技 那么这个我们说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受限的 另外的话你还是要花钱去买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逻辑上去扩充内存的容量 那我们今天这一讲虚拟内存 就是讲如何从逻辑上来扩充这个内存的容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规存储器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常规存储器我们说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一次性 作业在运行之前要一次性的全部装入到内存 那么第二个特性我们把它叫做助流性 助流性是指的 这个作业一旦装入内存以后 一直放在内存里面 直到这个作业结束 它才会把它占用的内存空间来释放掉 因此我们会看到 由于这个一次性和助流性 所以才使得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程序中展示不用的数据 占用了大量的内存空间 而使得那些需要运行的作业 是没有办法撞入到内存 导致什么内存不够用 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特性是不是必须的呢 那么人们对这个程序进行了很多的研究 实际上发现程序在制行的时候 并不是同时要运行所有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来装进去 那么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程序 通常它会有一些处理异常错误的这样一些代码 那么这些代码只有当出错的时候才会去执行 那么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定义一些数组啊 或者一些链表啊等等 这样一种数据结构 其实我们定义的都比我们要的要更大 也就是它会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内存空间 那么还有的话就是 程序它可能有很多功能 或者提供很多选项 但实际上有一些功能 或者有一些是我们很少用到的 那么还有的话 即使我们需要整个完整的程序 也并不是同时需要所有的程序 同时都要执行 它可能先执行这一部分 然后再执行那一部分 因此我们看到 实际上我们程序执行 它并不需要一次性都要放到内存 或者不是需要同时都运行所有的部分 而我们把这个特性也叫做 程序的局部性 那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 程序的执行只局限于某个部分 那么对应的它所访问的存储空间 也可能局限于每个区域内 那么为什么程序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部性原理呢 或者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那么我们说有以下的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程序在执行的时候 除了少部分的转移 或者是过程调用的指令外 它大部分都是什么顺序执行的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因为它顺序执行 所以它访问过一个内存空间 它可能接着就访问它临近的内存空间 它是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第二个我们说 虽然在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它可能会发生子程序的调用 会使得这个程序的执行 从一部分内存去转到另外一部分内存去 但是当它转到另外一部分 它可能在另外一部分又是顺序执行的 也就是它只是说 从一个局部跳到了另外一个局部而已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 在程序中还存在着许多的循环结构 那么在这样一个循环结构中 那个指令会被什么 循环的多次执行 那也就是说我之前访问过的这个地质空间 我可能很快又要再访问到 那么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局部性 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说 在程序中还包括着对一些数据结构的处理 比方说我们对数族的访问 是不是就把这个访问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因此我们说程序是具有局部性的 那么具体来说局部性有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时间局部性 另外一个叫做空间局部性 那么所谓时间局部性指的是说 如果程序中执行了某条指令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指令还会被再次执行 或者说如果某一个内存单元被访问 那么不久的将来 这个存储单元还可能被再次访问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有大量的循环操作 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部性 那么第二个空间局部性指的是什么 说一旦程序访问了某一个存储单元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它附近的存储单元也有可能被访问 也就是说在程序在一段时间内 它所访问的地址 可能是集中在某一个范围内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空间局部性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程序的执行是顺序执行的 那么它会访问连续的某一段地址空间 那么正因为程序具有这样一个局部性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局部性 来实现我们的虚拟内存 那所谓虚拟内存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说允许进程部分装入内存 就可以让它去执行的这样一种技术 那么它基于的原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局部性原理 而因为程序具有这个局部性 所以我只要把当前需要执行的那部分 放到内存里 它就可以去执行了 那么后面我们再需要的 我们再怎么样 再调入 所以就是说只有运行的那部分程序 需要在内存中就可以了 这个程序就可以跑起来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时候用户看到的逻辑的地址空间 会比实际的屋里地址空间大 换句话说 你的程序可能它的逻辑地址空间很大 但是我只要装一部分进去 我只占用很小的一部分什么物理地址空间 当然我们如果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能我们需要什么页面能够被换入和换出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逻辑地址空间 进程的逻辑地址空间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物理内存 大家看一下 显然我的逻辑的地址空间 比我的物理的内存空间要大 那我怎么样让这样一个进程 就能够装到这样一个内存里面呢 我们说我们只要把需要运行的那部分 装进来就可以了 目前还没有运行到的那部分 我们可能是在外存上放着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是在内存 哪一些是在外存呢 我们说我们也有一个内存的映射 就类似于页表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要访问一个页的时候 我们就查这个表 看它到底是在内存呢 还是在外存呢 如果是在外存 我们是不是要从外存上 把它调到内存去 那么就是这条线 我可能要把它换进去 调进去 那么随着这个内存空间的不断使用 可能即使你每个进程 只调入了一小部分 当你的进程个数比较多的时候 我的内存空间也可能是紧张的 那时候怎么办呢 可能我们还会把某一些页 换出去使得我需要用的页 能够换进去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还要可能要支持什么 换入换出的操作 才能够去支持我的这样一个虚拟存储 那这样一来我们看 我们是不是就通过这样的一种 虚拟内存的技术 就能够实现什么 进程只要一部分装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虚拟存储的特征 那么第一个特征是离散性 那我们说虚拟存储它都是什么 基于离散分配的这种方式来建立的 所以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离散性 那么第二个特征叫多次性 那么这个多次性跟我们的常规的存储是对应的 常规存储是什么 一次性 要求什么 一个程序必须一次性的全部装入到内存 而当我们虚拟存储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作业可以分多次 调入到内存 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再把它装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特征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对换性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么在作业运行的过程中 可能在内存外存之间会有进程的换入和换出 那么最后一个特性叫虚拟性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 我可以把一个大的逻辑地质空间 装到一个小的物理内存空间上 实际上就是从逻辑上怎么样 扩充了内存的容量 使用户看到的这个逻辑的地质空间 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内存的空间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